其实,锅内的朋友可以买点冬笋切片,我这里材料短缺,所以用的是罐头笋片。 实书火腿会三文鱼的做法不重。 1.三文鱼加入老抽、黄酒、黑胡椒粉、糖、盐腌制两小时。 三文鱼很腥,黄酒要多放。 2.咸提膀肉少许即可,主要是为了掉鲜味。 切成小块也可以用火腿或者陪伸代替。 3.洋葱切碎。 4.笋片和豆芽都是现成的。 洗洗就行。 5.大火油烧热,放入洋葱爆香。 6.放入前提膀肉丝,翻炒几下。 7.然后让入笋片,翻几下。 8.最后放入豆芽,翻几下。 出锅。 9.中火少量酒,放入三文鱼块,正反面煎至五分熟。 三文鱼留在锅内。 L.既喜欢吃面上有点焦的,所以剪的时间长了点。 10.加入洋葱、提膀丝、笋片和豆芽所有材料。 覆盖在三文鱼块上。 11.加热水。 大火煮上几分钟。 加入羊和糖。 别煮太久。 鱼肉容易饱。 切拭,轻轻用锅铲把锅里的材料移动几下,或者晃晃锅子。 千万别用铲子乱铲乱板,这样容易把鱼肉铲碎。 12.大火勾切收汁。 把鱼肉铺在蔬菜和汁水的顶部装盘。